今天是2023年的4月4号 明天清明节是吧 明天不开市 请看轮荡的第一张图 上日数呢 今天继续上涨 但是呢 如果再涨十几个点 如果再涨十几个点 3328点是吧 就出现日线的顶部的动画 并且这次的日线的顶部动画级别比较大 比这儿大 比这儿大 3328点十几个点 但是呢动画不等于结构 注意啊 动画不等于结构 有顶部动画 要先看 价格到趋势的距离 当然从日线的这种级别的角度来讲 日线级别的结构是足以击穿双趋势了 所以呢 第一个 日线级别的结构是足够用的 只要出现了顶部动画 只要出现上证指数的日线的顶部动画 我们就随时准备着减堂 能理解的大一 现在只差了十几个点了 十几个点 今天是312出卡 好 这是第一张图的意义 第二张图 上阵50 严格的讲今天没船车啊 120分钟没船车 应该大概率明显船 现在的DF只是负的1.2 到船车呢 按照目前的速度 一个周期就够 上明天中午就够 但是到现在为止是没船车了啊 没船车 上阵50呢 先看车的表现 但是 注意啊 上阵50 中阵500 创业板指数 创业板指数 创业指数 这些指示 看一看 它不影响操作啊 不影响操作 你也不能说 对吧 还是要观察一下 各个指数的情况 船车是啥意思 一致性获利法的时间 跨度研究 我怕我这么说 你就更迷惑了 我怕我这么说 你就更迷惑了 好吧 你可以上网搜一下啊 一致性获利法的时间 跨度研究 记不住是吧 长是不是 好 第二张图 上阵50是看四浪船车 明天中午 第三张图 深层指 90分钟动画消失之后 短期之内是不会再形成 90分钟的结构的 日线呢 不会有 90分钟呢 也不会有 深层指 不用看了 这期就不用看了 好吧 这期就不用看了 中正500 有日线的顶部动画 这些级别较大 看这个动画 是否形成结构 看这个就行了 看日线结构就行了 所以话法为简呢 就是说 明天大概率是没有操作 明天大概率是没有操作 但只要上阵指出 一旦形成日线的顶部动画 就要随时准备一个操作 这就是今天要说的重点 简单直接啊 简单直接 明天就说啊 好好好 后天 后天 下一个交易日 下面的时间呢 我们讲一下 深购 这个呢 怎么说呢 就是大家提问的时候 一定要注意 语气的问题 你不要这个 这个 这个语气呢 就 就上了之后呢 我就会看得很不舒服 这样的话呢 可能就会 就会堆进两句 今天呢 关于这个申购的问题 有两个人啊 一个叫什么 我忘了 他问了一句话 叫什么呢 无脑卖 我主张是 申购新股 第一天就卖出 原因就是 我们只是赚那个 申购新股的钱 这个钱呢 就有点像发奖金一样 我们只是赚这个钱 好吧 我们只是赚那个 申购的钱啊 这个钱呢 我曾经 就这个事呢 跟咱们学员说过很多次 我说 我是非常主张 市值配售的 就是这个钱呢 就是这个市场里的奖金 可是呢 在没有市值配售之前 有资金就可以申购 这部分的资金 是不参与二级市场的 大家能理解吗 他们不参与二级市场 比如说银行的资金 某些 这个这个 就是有钱的 他全是申购这个股市 申购 如果中仙了 就缴纳 不中仙 对吧 资金就又回来了 还能持利息 鼎盛时期 一年光申购 回报率能达到 6%到10% 这是很大一句收益 你说银行这多少钱 所以就导致了 大量的资金 去申购 新股 那么股民反而申购不到 因为股民 他持有的是股票呀 他嫌疑资金 并不是很多 但是这个钱呢 是什么 是股市的钱 你让一些不讨股的人 去赚股市的钱 那你心里别扭不 你们能理解吗 我当时为什么 极力主张市值配售啊 你们能理解我说的意思吗 这个钱是股市的钱 你不能让非超股的人去赚了 市值配售的好呀 你有股票的市值 你才给你配售新股 那这就是发奖金嘛 就是发奖金嘛 我说这个政客特别好啊 至少那个钱不外流嘛 股市里的钱就在股市里了 你操作的不好 那新股给你补偿一点 所以新股绝大多数 就是发奖金的形式 大多数新股 申购就是赚钱的 好吧 这是第一个 那么我们去申购新股 第一天卖掉 就是赚你申购 到首日上市中间的差价 就是为了赚那个奖金的 如果第一天不卖掉 后面的走势就变成波动了 波动你就要分析它的基本面 它的未来前途啊 对吧 各种各样的东西 就跟操作是一样的 你难道赚一个奖金钱 把奖金赚成了操作吗 因此我是不主张的呀 我的主张就是很简单 我跟大家说的也很清楚 我的操作呢 就是奖金就是奖金 第一天上市我就卖掉了 如果将来的这些股票 再走好或者什么的 关于次行股 咱们系统科里也有讲 对不对 我可以再买 但绝不在第一天 因为第一天是没有数据的 没有数据的话 你凭什么得出结论 既然没有结论的话 你就赚了奖金钱就行了 能理解吗 理解的答应 当然细腻一点呢 就是说在开盘 第一笔价格的时候 你可以做好卖出键 再低挂一点 往上走你就等着 往下一拐的时候你就卖 如果往下直接走 你就直接卖 这是细节问题 那细节问题不重要 我说的首日上日 上市即卖出的逻辑 刚才说的那个逻辑才重要 这叫做基础逻辑 就是我只赚奖金的钱 我不断股东的钱 能理解吗 你那个学员一问 第一天上日就无脑卖出吗 你说这 我是不是得怼他 基础逻辑 首日卖出是没有问题的 但凭什么就变成无脑卖出了呢 你说我是不是得怼他 所以你在提问的问题的时候 你就不能思考一下 就什么样的问题 能够又起到交流的作用 又起到 你能够回答你的作用的 对不对 所以一开始呢 我就怼那个人 那个人其实还还好 后面又来一个人 叫什么 几夫人的 八夫人的 九夫人的 sorry 九夫人 对吧 九夫人的 他问的问题呢是 高适应率发行的个股 跌的多长的少 你不知道吗 还一顿质问的口气 你说这样我还能赚来的吗 对吧 但是我当时没有数据 我只是说 第一个 我所讲的逻辑 叫做基础逻辑 这个基础逻辑跟 适应率一点关系都没有 我说什么意思呢 就是新股发行 就是要发奖金的 如果不发奖金 大家谁买都不赚钱 他就发不出去了 如果新股发不出去了 市场就失去了 股市就失去了 他的基本功能 发行融资功能 所以他一定会让股票发出去 就一定要把奖金发给大家 大家才愿意去申购 这是基础逻辑 跟适应率一点关系都没有 适应率800倍呢 1000倍呢 他该发行的图序 他也是发行的图序 好吧 这跟适应率一点关系没有 那么是否破发 手势是否破发 我认为关系最大的是 冲签率 冲签率越高的 破发的概率就越大 冲签率越小的 破发的概率就越小 能理解吗 这个叫做物以稀为对 10个人申请 新股 申购新股 只有一个人中签了 那你就股民多了 对不对 这样的股票破发的概率就比较大 1000个人申购 才只有一个 中签率千分之一的 他破发的概率他就是小 这跟发行的适应率 没有半毛钱关系 就不然你听好了 所以我最开始我说的就是 你不专业 不要出来装大将 好吧 跟中签率有关系 第三个 几百倍的适应率 他站在整个的发行的比例是多少 大部分是20到40倍 我可以告诉你啊 大部分是20到40 几百倍适应率发行的股票已有 第一我要说明的是 这是中国股市发行市场的一种进度 而不是倒退 京东上市之前从没有盈利过 爱奇艺上市之前从没有盈利过 那团 怎么说这话快走什么的 都没盈利 快走还亏了个去年的中国企业第一 亏了七百来个亿 但是人家可以照常的上市 因为高适应率代表了 包括亏损的企业 代表了你看好的是未来 跟他的适应率关系不大 你难道真按照适应率去买卖吗 三百倍适应率 你打算吃了三百年吗 你活到了三百年吗 所以这事跟适应率没有关系 这是第一 第二 注意啊 高适应率发行的 如果占整个发行量的比例非常小 它就不具备可举例性 你不能拿姚明说中国的平均升高 我说的就是这个意思 九伏人听见了吗 第二 高适应率发行 它不见得全部都扩发 你说跌多 涨少 是否有依据 是否有依据 但是我可以告诉你啊 去年 八月份 之前 2022年 熊市的年头 三百倍一共适应率发行了七只 数据是 华大九千 三百三三倍 纳新威 五百七十四倍 东威半岛 四百二十九倍 中复神英 三百八十五倍 国情科技 四百一十八倍 龙达股份 三百四十二倍 去年那么多的股票 超过三百倍 适应率的 只有这七只 好吧 那么其后续的市场的表现 六只 首日上涨 一只下跌 所以你说的 高适应率的 跌多 挡少 请问数据意义是什么 我刚才把所有的股票 都给念出来了 去年三百倍之内的全部 就这七个 别的我没有看到报道 所以高适应率发行 跟它首日上市下跌 没有相关性 那么好了 两种 第一种呢 中策率低的 有可能破发 但是呢 大多数也都是上涨的 第二个呢 高适应率发行的 大多数次日也都是上涨的 问题是 你不知道哪一只 它是破发的 对不对 所以我认为 也不需要研究 哪一只是破发 既然 六比一或七比一的关系 七十五票 一直破发 你需要那样研究吗 或者你统计去年 所有的新骨 破发的是多少 不破发的是多少 你就别说六比一了 二比一 你也值得做 大家能理解吧 所以 申购新骨的这个问题 你如果讲 讲究一些操作的技巧 那就是 偏申购 中策率低的 或者是可能 你分析之后 中策率低的 在申购 中策率高的 如果你分不出来 低和高 你就普遍申购 无脑申购 有些股就申购 好不好 这就是结论 你如果想反驳我的结论 看九夫人这样的 请你做好充分的准备 别来装大象 好吧 我刚才说的数据和逻辑 大家都清楚了吧 有理有据啊 对啊 有理有据 所以关于这个 金股申购这个事呢 还要说一下 至少呢 就是说我们在申购这块 从我股市有进步的 有进步的 高市有利花钱 那只要能发得出去 只要能让 这个申购的人赚到钱 他其实他发到多少倍 这个问题不大 好吧 他跟 他的扩发率 跟另一个数据 更相关性更大 就是中价率 中价率 我老师说科商 我说说科商指数 我不看啊 科商指数我不看啊 这间咱们还谈到了新300 是吧 我说这个申的就是别叫这儿 这些牌浪嘛 你说新三板 新三板的那个 这个 股票神购 勾扩法 我说那个问题 跟主板不一样 我们就 我们就说整个 对吧 北交所的股票 我们就不参与 我就一直这么说了 他最大的问题 我第一天 主要我第一天 我就明确的指出他的问题 北交所的问题 就是流动性问题 没人玩你知道吗 这最好的没人玩 然后就引发一个更严肃的问题 就是股票市场的定价机制问题 由于他没人玩 就不存在定价机制 如果没有定价机制 这个股市存在的价值就不大 这个公司好 还是那个公司好 对吧 你不能你说好 他说好 市场给了他们的定价 他们的市值是多少 由股市来决定 由买卖方方决定了 股灾 主要我股灾的时候 我首次提图定价机制 大家想想 大家记得吗 我说根本就不是股市跌几个跌成的问题 我说股市会跌到 它失去定价机制 股市就那个时候崩盘的问题 我说你这个时候 还什么国家队不应该救我什么的 我说这都是小孩子说的话 那必须得救 不仅救还得快点救 你妈记得吗 这当时我说的这个 但是谁又认真的去想 股市它的定价机制 是它的核心机制 它能给一个企业一个估值 这是股市的核心价值 那北交所的最大的问题 不就是刘仲敬不行 导致它 它不能升成定价机制 对吧 那有的股票 那几千块钱玩一天 它没有 双方没有成交 那可能一笔价格 就涨两毛钱 另一笔价格跌一块钱 对不对 这个在港股的先案股上 我们也跟咱们学院讲过 这个是另外一个问题 由于没人玩 它的上市 这个破发 那就也一样 对吧 因为没人玩 所以它重点就高 重点就高 它就破发率高 破发率高 对吧 A股市场玩的人多 它行 我就抢手 抢手它就破发率低 整个的我就是相通的 相通的 但这些呢 其实都很简单的道理 就是我 这个 咱们学院也可以有质疑 第一个呢 要注意语气 好吧 你像我刚才说的那个 无脑卖出 我说这咋的 我们这主张卖出 就都变成无脑了 第二个呢 就是说 你难道不知道吗 哎呦 那一顿质问的口气 有时候你这大象装的真可以 这个九夫人 你大象装的真可以 然后呢 我又给你举了所有的例子 第一个 破不破发 跟适应率没关系 我刚才 我最开始的 咱们学院讲的那个逻辑 你帮他跳出来 什么适应率 对不起 我那个逻辑跟适应率 也没关系 那个逻辑是个基础逻辑 只要这个基础逻辑在 你就放心深购 无脑深购 我给你的建议 就是这样的 好不好 关于新股深购的问题 就是无脑深购 不给你亏许 不给你亏许 不有破发 如果都不破发的话 说明什么 第一个 要么市场环境好 第二个呢 就是 首日定价 估值偏低 估值偏低的话呢 自然就有巡价结果 就不再往上抬 注意啊 不再往上抬 所以这个发行价格也是 对吧 也是这个市场极致的 所以不有破发 但是破发一定是少数 你都不用想啊 就找个跟想就行了 好不好 就发奖金嘛 实际上就发奖金嘛 好不好 你跟咱们学院商量啊 以后再有疑问的时候 注意一下语气 对吧 我也不想对你 但你说你的语气 你说对不对 有一位老师 你不能骂人 你这个老师 你怎么怎么地 你像那种 那种国骂是吧 CNF的那种骂 我肯定是不会骂的 你放心 我觉得掉垫 我觉得掉垫 但是如果普通的这种 我说的比方说 这个什么 痴人一语啊 什么什么 这个叫什么叫 傻缺啊 他俩都一个意思啊 一个是傻的缺眼 痴人一语 就是傻子说梦话 傻的缺眼 然后他又说梦话 他俩照在做 那这种呢 其实是 对吧 我是会回怼的 我就会回怼的 你哪一天你说 这种我也不能回怼的 对不起老子不干 我能说这么过呢 去 平常呀 咱只能挨骂呀 对不对 凭啥呀 还有说什么收费的 你不能说缴费的 你这缴费是上帝的 这跟收费缴费 也没有关系 我们就是说事 我刚才说的逻辑 大家能理解吧 就是第一个 就是你的那个语气 也许就是很不友好 那就导致这个结果 第二个呢 就是 我说的这个逻辑 其实跟适应率 是没关系的 如果你特别专业 你可以找什么呢 找专业的数据 你说过去的多少年 他一共发行适应率 在100倍以上是多少支 200倍以上是多少支 300倍以上是多少支 他们的破坏率分别是 百分之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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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能不能有效的回避一下 我觉得这样的问题 你问出来就是有水准的 啥也没有 然后你看到一只股票 可能高适应率破坏了 他就认为高适应率全部破坏 你说碰到这样的学员 是不是 你就脑瓜子疼 能理解吧 所以就这个事呢 我觉得辛苦深够这个事呢 包括 北交所 包括高适应率 它是一种进步 包括很多 我觉得有必要的难度 确认说一下 但最终我们会得出 一个简单的结论 第一个结论呢就是 辛苦深够 建议大家无脑深够 好吧 如果你想感觉一些技巧 先从 中献率 你认为比较低的中献率 的新骨开始深够 然后再往后挪 如果分出这个低还是高 那你就无脑深够 第三个 中献之后 我们只赚奖金 首日即脉股 好吧 这就是结论 所以我们听完一气 至少我们的结论 是简单的清晰的 我们得出来很多的结论 也都是简单清晰直接的 没有那么多的事 没有那么多的事 如果咱们学员 其实可以质疑 不是说不可以质疑 可以质疑 第一个 要注意语气 我们要探讨的方向去走 那假如说 你的语气很不客气的话 基本上我也不会客气了 好吧 第三个 你的反案是 当老师的就不应该骂人 那对不起 本老师就不是 你想象的那种老师 好吧 并且我也不打算 过多的解释 如此彪悍的人生 不想解释 五年翻车后 需要换节股吗 不需要 五年翻车后和 中正500 有日线顶部结构 它都不是规则 最终我们还是要按规则来 然后呢 这还有叫子无节的 这子无节我真的没进言的 这过去的 因为就对这个名了 我这个有印象 然后呢 他呢 很有意思 我过去的 他怼了怼了 过厉害了 这家伙 他就找了 这个 对吧 不利于我的 还在那一件一件的提 子无节我跟你说 你太小气了 那我今天 我都不进言你 你不能这么小气的 你像那天的 骂我的那个 骂得很难听的 我也没有提他 那今天 像这个酒服人 那个是吧 我为啥记忆她了 不一样 她当时已经被我欺唬了 被我欺唬了 还有那个叫什么来着 ABC000是吧 她当时说 我说你瞎 其实就在拱火 是吧 她不上当 你看 然后她说 高尚的什么 什么什么 高尚的品质 然后我说 贵妇 贵妇是一只狗 她也不上当 你看 你看人家 子无节 你都是挺小气的 你知道吗 小眼 你就是个 这小眼 跟真别人那么大 可能还没有真别人大 你不一定练一练 多多点 扩学一种 看能不能把真别人的小眼 扩的稍微大一点 你那小眼 我看你不是一次两次了 对吧 这还记仇了你 都是人民内部矛盾 你平时还记仇了 我今天不管怼个谁 或者过去怼个谁 我都都不记得了 HBC你那人气场不错 对对对 挺好 但是呢 就是说 对吧 我认为你气场不错 但是你说什么 当老师就不应该 那是不对的 那是不对的 在这标识里 你得让我熟悉的 你就天天来 来顶我 说抬杠 你让我个人不熟悉 你到底能有啥好处 大家说 是不是这道理 你说我这人 能有啥不行 我讲的 所有的东西都实实在在的 你不让我说点心不行吗 他怎么小气呢 祖父姐 祖父姐 叫你呢 出来来 你个小心眼 你看 你个没出息的 看剧头 行吧 不得讲了 16点02分 这个明天 明天 明天是不是 谢谢 对